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邀请来《几浪岸揭》的Eric聊天 Eric 你好 你好 很久不见 大家聊天 邀请你来 今天谈谈楼市 为什么呢 因为楼市的关键词 我想说比起一两个月前 有比较大的转变 之前我们在谈小洋葱 切辣 然后又说什么是西饼客 最近这个月开始多一些关键词 就是塔顶 追收差价 小洋葱反弹原料 整体气氛是不是都很快 反复得时间都很快 可能之前大家预期的气氛会长一点 还有那个时候刚刚政府切辣 其实那个时候见到气氛都不错 因为我们见到是极低位反弹 所以变相市场都是一片光暴升平 但是近段时间来说 其实市场比较理性一点 我们说是开始看正常的 基本面 基本面 楼价 消化量 和息口 其实我们自己看回 其实有些参考数字 看回这个图 其实过往仿佛了几次之后 其实楼价都是轻微有点反弹的 接着又下跌了 接着又下跌了 当然看回美联那边参考指数 看恒指 恒指近期大家都说得慶险了 好一点 其实未完全反映到 理性一点 其实楼价有机会就是正常一点 可能会向长一点 这个年份我们看三年图 但当然如果你再看深厚一点 可能看一些极长图 其实恒指和楼价的相关比例 恒指还在下面 所以大家都要审慎一点 因为通常你见到股市的气氛好一点 你引发了一些财富效应 大家觉得拿着一层楼 感觉没有那么难捱 但之前你见到我们说 跌了四年 很多人都拿这个关联系数去拼 就觉得 所以楼价路拉着跌是对的 是的 就算我们有一个全面设立 但是见到我们的以中原城市指标来说 2021年的高位 其实依然跌差不多24% 很多人说小阳春就完 不过我不知道 因为一二手市场 其实一步的数据 都有一点吹回淡风 所以令到大家的心 又不知道前景如何摸摸 譬如你说一手 过去周末又剩下几十宗 又可能有些发展商开始 没有之前那么空群而出 这样劈价推盘 令到成交中数率也稍为回落 然后你见到楼价方面 二手又有一些压力 你说劈价卖楼的业主 又真的比例不算太多 现在是否你觉得 会在一个拉脚局面继续维持 审慎观望的气氛浓厚了 就是我们称为正常 你称为了一点 就是之前冲了一阵 现在来说 可能会看回 楼价 息口 或者自己的需求 当然有些是刚刚提过 可能股市气氛好些 可能能松到榜 就变成了 趕快转回一些钱去买楼 有些可能要上汇 其实很多种情况都见得到 我们看回这个 在利息 或者反过来 在通胀 或者私人流教里面看 其实现在 都是一个调整 因为刚刚开始 你看到有点反弹的力度 但反弹力度够不够呢 其实就还没看到 如果喜欢看图 朋友也看到 其实它刚刚在 上一次的反弹的顶位 305 306 如果是支持得到的话 有机会会好一点 全穩 是的 全穩 就是希望下半年 都在预期波幅里面 可能3-5%里面走 如果不是 可能会试一下 低一点也不够 你见到 其实你们 将出来的实际按揭息率 也都随着最近 拆息又高了 一个月的hyper股市 你楼上都维持住 一段时间 反弹更紧 好像资金股市更好 看到港元更强 去到4.5% 其实要看回 如果朋友喜欢看你的节目 要看回上那几集 上那几集 其实有 我们叫金股会 其实楼市和息口都是连在一起的 是的 其实两三集前 其实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 有说过 我们叫做 美国减息 息口日本 是的 匯率 其实息口我们看 我们主要是跟美元的 其实美元 其实你看到很有趣 其实它经常有些口述 出来 带回上去 匯率又强一点 金 是金 黄金蛋 黄金蛋 創新高 創新高 其实那些都是在美元里面去看的 那我们回回看 息口 我想它在平衡 那个位置 它可能都不想 美元的匯率跌得太低 所以整天都唱着 是不会减息 是的 你看很有趣的那些东西 但是实际的数字 看回上来 其实 我们看到拆息的聪明钱 跌下来 在下面的位置 正在等 如果它真的 假设真的 是回回下去 拆息 多一点点的话 那不排除 可能美国那边 有机会先减息 然后香港会跟 但是当然跟的幅度 未必会很大 每次都跟不足 说真的 又迟过人 又跟不足 这个可能 很痛苦 其实它应该向好边看 那它跟不足 其实一般市民 在攻的路是舒服一些的 那银行那边来说 就可能在我们做生意的那部分 那后面那些会反映出来 那因为它跟不足 所以反过后面那些东西 就要减 要剪 要剪 那其实这些都是 在不同角度去看 那当然在供楼 其实是OK的 它跟不足 其实那个封顶息率 它在供四厘一二县 那和一句刷息 是平均到四厘一半 那其实是省了的 如果真正说 其实它应该是 要有少少盈利的 那其实变成来说 应该可能是 4厘半或5厘的 是 因为你美国的息口 看不清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如何去做部署 那本身我们说 很快就会减息了 那现在你看到 美国减息的时间表 不停退后 然后减息的幅度 也都是越来越少 之前我说 几两厘都说过 那现在只剩0点多 那如果我们香港的银行 其实当它加的时候 我们都加不足的时候 很多人会怀疑 就算即使美国真的减息 其实我们香港的银行 有没有空间减息 未来如果预期是 真的跌得很快的话 即是 它每次减息 其实都是有事发生 它才减息的 它现在正在说 其实看这么多 现在和现时可能有些不同 因为数字和data 都是多了 如果它做得好一点的话 它可能在管控里面 有机会希望 不会影响到大事发生 才减 如果在另外一张图 他们去看 我们自己看 可能在美国的消货物价值 即和联邦基金利率 看 它基本上是说 通胀目标在二厘附近走 其实看到很多时候 其实都不是完全在那个位置走 如果你这样去看它 其实它3.4 或者3.6 其实它可以是等待到的 它等待到 其实在现在的利率五来五 其实它有些不同的基金去看 可能它有机会是减 可能就是因应这样 它有机会压一点点 总之是高供的CBI 那就是减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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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或者是4厘中 其实都是比CBI值高一点 那理论上是压的通胀 如果在这个位置 较为再走长一点点 是有机会的 那我们看看 其实上过几次 其实熬到15个月 其实如果联储不减少 通常都有事发生的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正确 现在已经10个月了 是的 10个月了 所以其实预计在5个月左右 所以很多时间 大家都预计 可能9月 其实理论上减少的机会 应该是很大 就算减多减少 它也会减少 对上一次是10个月 现在就应该暂停了6个月左右 是的 暂停了6个月 就是我们叫做横行区 其实我们再看再远一点 可能在70年代的时候 其实它是升了15.2厘 其实加息的幅度很厉害 但是当时没有QT 是的 再加上那时候 他们没有那么多数字 在转电时间就减得很厉害 后来扯又扯回很厉害 所以就出了Paul Walker那段 但是它在我们整体的横行区 大概是15个月左右 因为它如果太久 其实很多企业都未必定得相信 所以到时可能就会增爆 你看看CPI的数字 它加息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开始回落的时候 其实它应该看到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CPI都可能会弹一弹 但弹到那时候 其实没有来开始爆 所以其实CPI会反弹上去 都未必是很害怕的 回到我们去上场看 可能它有机会做个管理 他们现在有些数字 都开始偏弱了 所以如果它做个预防性去减息 其实理论上是合适的 是的 今年难看的 加上有个大选 是的 在年底上 那会否需要为总统做少少事呢 是的 所以如果要做 其实最好的机会 应该在7月9月要减息 否则要开始大选 其实那时候减息 好像不是那么合适 好像摆明做 可能要是到最后有个事 如果是阴谋论去看 如果它真的打算当选不到 那不减给夏家庄 我们找得更坏 那可能真的不减 大家要小心一点 是的 这个暂时都是揣摩阶段 今个星期 美国继续出一些 核心消费的个人价格指数 但它看起来会好一点 可能偏弱一点 其实有个理由让它去减息 是的 那我们看看它会不会做事 不知道 不过如果你真的减息 作为香港想置业 又或者现在的业主 可能松一点 就是感觉上 其实情绪改善 其实对公留负担 是不是真的差很远 其实说真的 又不是真的差很远 但是情绪始终是主导的市场 特别是最近 其实大家在未来的 本港楼市走向 都是看着这些一手盘 是 你没有办法的 就是这些一手盘 过去两个月出来 不断低于市街开盘 形成了一个比较负面的情绪 当然又说也能吸引到一些干承需求 以至是 可能是一些专裁 在这里住了几年 都会希望来置业 这样吸引到 你 你看到吗 因为我看到注册中数 在五月也减少 按月来说是大减 超过40% 计算中数是 但是整体来说 刚刚其实有个 切勒效应 其实看到切勒效应 之后 其实中数也弹得很厉害 一手 二手 其实在当时来说 释放了靠买力 靠买力 所以靠买力就冲出来了 但我们先参考上去那几次 其实每一次有 我们说是 鬆薄 鬆薄 其实都会有一个 正面一点的效应 之后就靠回市场 其实他们政府都慢慢慢慢 现在将 其实我们叫做鬆薄了 在我们角度里面 其实现在就主力靠回市场 是当兴奋完之后 其实就要还原 刚刚Debbie你也说了 其实楼市在法治商的角度里面 都慢慢都要减存货了 所以在我们叫做螺旋式上升 和螺旋式慢慢慢慢下降里面 其实是看到的 价钱都是有少少回軟的 但是它最重要是出货 成交率是足够的 其实我想法治商都是逐步逐步来 都未必完全很急 一波风不断全部劈价 但是那个价格向下 那个趋势暂时好像未见到 是很强力向上 等于是 刚刚差米股价处三个月升 不好意思 三个月跌 一个月升回少少 那未来都可能 升少少之后 可能还要回軟 又要回軟 可能希望在回軟 刚刚3.05个位置还行到 如果还行不到 可能还有一些位置会走 那和预期可能3-5%波幅 都暂时在那位置走 因为其实真的看反应 看到头一轮 他们一手半推完之后 可能隔了一两个星期之后 再继续加推 那些感觉上 去货速度已经慢了很多 大家比较问 就是刚性需求是否到 之前大家觉得 如果前面撤退的话 至少有一些新香港人 又或者有一些专裁来港的时候 现在应该有十二万人到那步 是 你在坊间收风快 感觉上是否真的 气氛好一点的 就是我们看到 第一浸刚刚你见到 是减难之后 其实立刻飙了一浸 都很厉害 3千多 其实市场上 应该4千2百宗 那一停到听 反映出来 但是起码看到 其实有一批客 可能是 double stamp 的关系 其实它入市快了 其实见到 在之前高财通 专裁通金过来 一直是有的 是见到 在我们叫做新官之后 其实明显减少了 这批客最主要 因为之前受制于 double stamp 其实它主要是在租盘里面 就是反映的 所以租金扭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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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放肤完之后 那批客就入市了 卖了 其实量都很厉害 其实如果这批客 全部真的入市 的话 其实对市场是有支持的 但是当然 都要看回他们的 荷包有多少钱 是不是 但租一定是看 channel是正面的 而且刚刚都有最新的数字 得拉云翻 其实我们看回落推 每一年都大概有 5万多宗进来的 所以租金扭买 买买买 它没有了 double stamp 其实它看过自己的条件去入市 我们看到在代理朋友里面 有些是真的高材 一些优质专材 有些我看到它是买一些豪宅的 它也不会有很多间 可能一间半间 其实成交是有点的 过往那半年 其实开始慢慢慢慢出回来 因为前年 我说去年的时候 其实批客完全停了 是的 消失了 不知为什么不见了 因为可能市场也不是那么好 大家都等再便宜一点 没错 等再便宜一点 政府真的会做事 帮他们松 那30%都影响挺大的 等一袋 所以是 松完之后 冲完一阵之后 其实又是怀疑了基本 慢慢等消化 这批客都是正面的 我们觉得 他们慢慢慢慢落到市场上 首先看到是租 加上将来应该是暑假 有一批可能是读书的朋友 又要过来 租募市场浪得到之后 有些可能爹地妈妈有钱 可能只能买层楼给他们读书 我们听过的 这批客可能慢慢慢慢出现了 但是量有多大呢 就要先观察 最新就更新一下 因为美联最新的租金指数 就升了两个月 之前神丁英会员 大家又觉得 会不会租金见了顶 似乎不是 最近亦拗腰上来 这可以继续观察 不过 如果看回整体 你们的专场 看回按揭市场的整体形势 因为看到自撤压之后 是旺长的 譬如3月份 我看到整体的 新的申请按揭的中数 其实都好像有9000宗 我记错 比起2月的时候 其实5000多宗 是多了7至8成的 最近是否立刻 都会剩下来 慢了一点 但是我们全年看到 起码有83000宗 因为刚刚有些数字 都会持续入市 是的 一手二手 其实会上会 有些早两年买的盘 都会来 所以我们看到 是健康的 包括楼花都可能会更好 因为在市场上 其实就多了一下 是用了职工砌 所以在楼花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几个数字 会慢慢慢慢去反映 是向上的 但当然会否去到高位 那就要再看 如果我们看到 就是现楼方面 那个按揭中数 其实你们觉得 未来可能都会比较 乐观点 升上10% 至于楼花方面 也会上回来 或者有些职工等等 但是不知道 是不是和一些银行 最近都这一两个月 比较可能收紧一些 譬如上会的现金回责 或者优惠 或者整体趋向审慎了一点 其实我看到身边 很多朋友讨论 现在转案 都比较淡静 很静 那些数字慢慢慢慢反映 就是之前年初的时候 我们看到跌七成了 但是有些一个月的数字 都可能跌得很夸张 其实这个最主要反映几件事 刚刚说到银行现金回责没有了 其实最主要是楼价跌了 股价当它回转了之后 其实就会难做转案的 另外还有一批 就是我们看到 在过往那几年 其实就是多些客 用高乘数入市的 这批客 其实楼价如果是回转了之后 它更加难做主案动作 再加上息口又没有什么特别优惠 现金回责又没有什么 如果重新再做转案 你可能又要再给一个保费 我们看到有些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欲 还有需要 当然只剩下一些客是有兴趣的 可能就是家人之前帮忙做个担保人 或者是想做那个 例如刀案簿 就是踢走名 踢走名 其实那批客都还有 我不知道 现在最近比较多人讨论 究竟银行的资金成本 是否真的高到这样 令到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意欲 吸一下上会 甚至是欠一下上会 的情况会导致楼市面对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 始终银行有一个积极性 令到楼市转户 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你怎样提到这件事 其实在几种 trend 来看 其实在资金成本都看得到 其实银行的成本仍然是高的 其实在H案外叫实际案式 其实是封了顶 就是蜜蜜蜜蜜 就是我们说有个封顶 是在P减那里 P最早期看 也加不足 其实后面的诱因是小了 再加上去年那时候 每一家银行都在年底 做定明年的预计 其实去年年底 如果大家记得很差 那时候做定今年的预计 其实就很弱 其实他们预计都会跌 其实在预计里面做少了 估不到二分之后 市场就大幅回升 成交又多了 立即爆了数 不用再努力了 即时爆了数 是的 不用努力就不是 不用那么努力 不用那么努力 可能上半年 我们已经说上半年已经停了 虽然差一个月 有些我说第三季都差不多爆了 如果算是去年去预计 所以可能如果银行 要再做review下半年 之后要调整一下 才会出来 其实都是说成本效益 还有风险 因为本身切辣 其实所有风险 我们都说是 把银行回到自己看 我知道 是的 之前那时候政府和你 摆死了 这个就四成 那个三成 那个五成 接着又减多少 现在又不用做压測 不用吃假的 压測又不用 全部都拔走 那拔走 其实银行就要醒醒了 现在的风险都自己拔回 之前可以告诉政府 帮忙的 有什么事 政府错了 或者政府正确 但现在不是 现在他们都认真去看一件事 我想问 现在大家都追踪到 各大银行市占最大的那些 由 应该沿沫以外 汇丰大头去走 很多人都会觉得 其实其他中小巷都会跟着 首先 真的现今煤阵清零 是不是现在 已经是普遍市面的做法 现在的实际环境是怎样 其实它近乎零 我们说 大行 如果你休息客户都会有少少 但是如果你小行 其实我们听到下个月 都会开始陆续调 其实大行清零之后 其实小行 现在有些是有1 或者0.7 或者0.6 接着可能会逐步逐步减少 那你会不会完全清零 我想就未必的 可能都会有少少 即是按个别情况 按个别情况去看 如果我们是大客户 可能会有10点多 有10点多 有10点多 优质客户 可能会做多一点 有10千万的 这样浪费上会 800万以上 还有0.23 800万以上 是的 如果提款压 我们看到也还有 但是当然会不会再少一点 那就不知道 但是起码来说 我们纯粹在做生意角度看 其实我们之前也说 其实根本就不是很合适的 因为息又赚不到 现今煤阵也这么高 其实隔来隔去都计不到 最大问题是什么 两年后那些客户走 因为那时候 那些客户和以前 那些银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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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些银行计划 加上这些银行计划 那些银行计划 那只银行计划 那些银行计划 所以慢慢慢慢去掉了 那当然 如果将来银行计划 如果以何如果银行计划 例如相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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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也不同 可能转换了 当然 原来我们将相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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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回到整個源頭 首先樓價在這段時間內急跌 高的跌兩成多 然後其實銀行股價開始追不到跌幅 有很多就變成負資產 而過去兩年 因為有林鄭Plan 又有波叔Plan 變成其實銀行需要嚴守把關 看回整本數字 究竟資產在銀行組合裏面是否會有風險 亦都反映到 其實在最近公佈的一些最新的負資產數字方面 令到一些傳媒 成為了一些頭條 叮一聲 雖然說沒有沙士的時候 十萬左右不多 但是你見到的趨勢都是半半聲向上 有需要關心嗎 暫時純粹看幾個數字 如果你在用家方面 我們看理論上都安全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因為它的負資產比率 還未回到02% 03% 還有現在市場上 都沒有特別是confirm wall confirm wall 上不到這裏 是不是 之前已經可能是 趴了頂了 已經是做不到 但是上到去之後 其實看到 樓價雖然是回穩的 我們叫做在高位 慢慢慢慢調整下來 其實它也相對有序地下跌 剛剛提過 如果在305 附近走得到的話 其實都還是健康的 但是應該看款都還在那個位置上波幅 如果真的是波幅 其實我們自己看 如果樓價彈回5%左右 其實可能那個負資產會跌的 跌回到2萬4至2萬5 如果假設真的不幸 再調多5%左右 我們自己以內部計算 大概都在4萬宗以內 大概3萬7至3萬5 可能挑戰2004年第一季 這個就是初步看回今年的數字 就是這樣一下 如果到了4萬多宗 其實就應該沒有特別 去到那麼緊張 當然銀行都會在那裏 先在那裏 先在那裏 先響著鬧鐘 始終 雖然我們說香港的經濟 例如你說第一季的GDP增長超過2.5% 對樓價正面一點 可能接下來政府都說會有比較多的城市 看看會不會大黃化的人流 以及消費令到香港的基調 經濟好一點 繁榮一點 但是香港打工制很多都說沒有什麼人工加之餘 其實有很多企業都依然是比較大壓力的 在公款的負擔比率以至拖欠比率方面 有沒有圖片給大家看 需要不需要擔心 暫時有幾個圖片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其實每個月的公款負擔比率 其實現在因為樓價跌了 如果入市那班客人 其實那個負擔比率理論上是輕了 雖然我們算是沒有了壓力測試 因為我們在計算比例上看 其實都是55.9% 其實都是相對健康的 雖然沒有了壓力測試加3% 但實際上銀行都有公款比率 哦 50% 50% 其實理論上都要有1萬元才拿5千元來供 所以如果守住這條數 其實在過往十幾夜年 其實理論上它是用的 其實是安全的 如果投資就要小心了 因為投資本身來說 看不到很多東西 你知道的 那些錢有時候 今天可能我們叫三間窮五間庫 那這些東西要很小心 根據平穩收入去賺錢的東西是OK的 再加上其實失業率都是3%左右 其實都不是太大影響著的 那接下來那個經濟如果是好一點 失業率再回一點 那到時可能有少少人工加 那因為其實政府正在走 他想做一個大途廠加上的工資高一點 那其實雖然跟私人市場不是完全一樣 那但是他加了之後 那私人市場有壓力要加 辛苦還是辛苦都要加少少給同事 成本很高 是的成本高生意難做 是啊 不過像你所說的 如果樓價站穩的 很多東西都一定會舒服一點 只不過其實大家都說 你剛才譬如說負資產中數 你有三萬多宗 其實某程度上 你的新盤有份造成這個效應 所以譬如你說過去兩年 比如你第一期新盤推出的時候 是這個赤價 然後你發覺過了兩年之後 它可以劈高達兩成半至三成就出來 所以最近我就說 關鍵詞就出現了 除了負資產之外 就是塔頂 還有有些發展商原來可以 去幫你追收回差價的 而你的銀行上會那方面 可能你特長成交期 你最近才開始做按揭 你面對股價不足 你可能還要抬錢上會 現在這些情況是有沒有似曾相識 即是怎樣去做比較 和關注是應該怎樣 這裏看就看了 之前的公款比例 如果上得到會 其實理論上是安全的 現在你說的就是未上會那些 是很慘的 未上會那批似曾相識就好像是 可能97 真的嗎 有些像97 即是那個價錢是螺旋式慢慢慢慢地下降 現在就未必完全是 因為以前的政府和現在的政府不太一樣 以前就是信自由經濟 完全不理你 現在就開始他們會後面政府 中央政府 國內 香港 都看著這個位置去做的 會控制 它控制不了的 因為自由市場 那你砍價下來就看到了 砍兩成 有什麼不同 即是不跟它看著的 它會鬆綁 即是那些綁擦場鬆綁去調整一下 起碼來說自由都是自由的 但是它夠多少就夠多少 但是它台底那一班 即我們現在公緊那一班是健康的 那它之前是余生都說過了 那在那個拖延比率裡面很低下 那都是十幾宗 再升上去都可能幾百宗 那這些就未必影響到銀行體系的 那你說的另外那個位置呢 其實就是說的那個樓價是下降的 那我們看看那個拖延率 那其實今年都好像升了的 那好像在一手裡面有些數字 我們這邊就沒有那麼實際 可能八幾宗左右 一季是159宗 是吧 一季是八幾宗左右 那相對去賣的率都是相對低的 那其實在過往我們看到 其實價錢沒有回得那麼大 幾個百分之一 其實一般的客戶都是上會的 因為它們未必每個都是用九成 或者八成半以上上會的 那有些其實它們 最後最後它們可能都找到一些親戚朋友幫忙 其實上到會的 就是劈劈一兩成的 那些就真的要想的 對 如果你劈了兩成以上的那些 其實有些可能就算找了親戚朋友 如果他們想著用九成上會 那這些人可能就很嚴格 那再加上其實在政府裡面 撤爛了之後呢 其實它的乘數理論上是鬆了點的 但是鬆了點 有一個問題就出現了 因為其實它就是說即時生效 就以那個生效日期計的 那通常來說 他那時候可能有很多種疑惑去想 就是保障不要鼓勵這麼多人入市去炒樓 支持那些入市就算了 但實際上其實當了這幾年後 兩三年後開始這些人陸續上會 其實倒回去最需要幫那批客 就不是今天的批客 反而之前上車的批客 其實他的調整可能有少微調 因為現在剛剛提到銀行上會 其實建築期的傳媒 就是當時的股價 不是計算他簽合約的股價 其實那個薩拉應該保障樓價升 就不要讓他借那麼多 但如果現在的樓價是在調整的 其實反過來銀行就未必借多了 在銀行裏面可能借回現時的股價 去計算高成熟 反而政府那邊可能想 我們都想想政府那邊 幫一下未想到會的那批客 就可能微調了一點 有些小月主說聯署希望發展商幫忙的 那你覺得這個主導權應該是回到政府那邊 發展商簽合約就未必會即時和你去減價給你 但是上會其實要先尊重合約精神 其實政府可以幫到 或是銀行可以幫到 就是政府微調一點點 不是說合約日期生效 而是說申請日期生效 那就夠了 其實有一些人幫到首先 起碼有時都看到了 其實有時之前可能一千萬都是借得到五成 那現在來說可能去到最新的時候 可能一千萬都可能借到六成七成 有時那些客人本身來講 我們本身做申請的有些用家來的 其實他們都是很正常的 結婚 兩年前買了一條層樓打算結婚上會用的 那他都沒有打算不供層樓 跌和升在他的立程來講 那時候你建築期付款上會很普遍 很普遍 所以真的很多人用 因為那時候為什麼這樣用呢 因為要用建築期上會才能用到高成數 要不然你就上不了會 當時我也有反映過 當時應該是同事去行的 要不然現在的效果就出現了 因為那時候不上會 其實現在上上會股價跌了 我又想用高成數 那時候說八百萬做九成 那大件事了 是不是那層樓你哪裏上到 現在八百萬跌了 如果跌八百萬那些是很 我們叫做真雄家 那你跌了10 或者2成 那你那八成就是八百六十四 六百四十萬借九成 那你猜幾樣 猜成二百萬 那個difference 抬回二百萬上去 抬回二百萬上去 那如果你跌了那個價 那我可以借回多一點 可能借到真的九成 可能都會好一點 那有些可能不是八百萬的 那些可能真的難舊一點 那可能去到千多兩千萬那些 如果你放鬆那個是 那你申請日期 或者是那個 現在才上會的時候 才去做呢 那其實理論上好一點 那當時我覺得政府 這個想法就是 不想鼓勵 那個樓價繼續升的時候 仍然在用這些東西 那現在倒反正 那樓價在下跌 鬆一點點 可能幫到一批 那當然幫到一批 對回你剛剛第一個提 就是會不會對 那個體系是有影響 是正面的影響的 但如果它不理 就可能負面的訊息會多些 就是有些可能真的 上不了的 可能就真的有機會 撤定的數字會大些 就算你硬來 其實你曾留在上會負資產 其實那個負面的情緒 亦都影響了之後 那個換樓的靈活性 那些其實是一個心願影響 今天謝謝Eric 和我們在多方面 拆解了香港樓市 和現在的實況 希望幫到大家 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請對外彌的動作 然後再加點 推銷 按照 斷 然後拆解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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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